至盛青年是選舉年 國際間本來高度關注 全世界第一場重要的大選是臺灣 那臺灣事實上賴清德 是四成的總統 那這個儘管過關了 但是也不是強勢過半 可是跟鄰居比算很強了 尹錫悅今天掰咖了 是尹錫悅這個不只是掰咖 他這次是國會期中選舉 那期中選300席改選 結果尹錫悅的執政黨國民力量 只拿到108席 差一點連三分之一都沒有 所以我開玩笑說他不只是掰咖 基本上叫做斷腿啦 因為要想哦 這個韓國總統他的任期是五年 都得連任現在才兩年 他已經喪失了國會 將近三分之二的席次 接下來三年哦 他會非常非常的痛苦跟難過 因為這個這個狀況 出負責說是斷腿的狀況 因為三分之二的席次都不在身上 而且剛好在誰身上 在他最大的政敵 這個李在寧 其實二零二年選舉的時候 這個李在寧只有些微的殺劇輸給了尹錫悅 所以等於是接下來三年這個 嗯 這個這個尹錫悅掰開的狀況是斷腿的狀況是很慘 可是為什麼會這麼慘 雖然說有通膨的問題 有經濟的問題 然後韓國民眾對於房價對於物價 然後對於他處理對北關係都有意見 可是會輸的這麼慘 萬萬全然就因為這個東西 好這個蔥 這一個蔥 那這故事怎麼樣 是因為在3月18號 也是這選舉前三個禮拜的時候 隱其院 嗯 去這個這個市場南韓的超市 那時候其實物價通膨已經很嚴重了 結果他好死不死 買到一個蔥 他說這個蔥的價錢很合理啊 一把這個蔥875塊韓元 大概台幣21塊 他說這個蔥很合理 齁這樣子 立刻引起嚴重的民怨 因為那個超市剛好 我不曉得是因為剛好還是配合總統去 這個蔥是打折的 事實上 事實上這個南韓的蔥價 在影學區的時候 蔥價大概是3000到4000韓元 就是一把大概八九十塊塊 對 將近100塊台幣 我身為台妹 我主持了健康好生活 我對蔥價行情是很瞭解的 蔥價最近在台北一把就是約莫 十五塊到二十塊台幣 對 所以影習月如果買到一把二十塊的 其實是接近台北現在的市價的 也是合理的 因為婆婆媽媽有時候煮個東西 加個蔥就一把了啊 所以一二十塊是合理的 對 但是你韓國不是這個價錢 前一陣子前一陣子貴到快要一百塊 對 那貴到大家都可能快要吃不起了 所以引起大家憤怒的原因是因為 民營學是吃蔥不知蔥價 那民營為大家要買一百塊 你說二十塊合理 所以難怪你看 好來 大家上街的抗議 哎我們就看到哦 南韓街頭就有很多大蔥之亂哦 就蔥輕蔥真的就出現了 反對黨也做很多道具都拿蔥這樣 對沒有說 可是我覺得造成他危機處理哦 最差的一件事情是因為這個輕蔥之亂太嚴重 大家都罵了一片罵聲 結果南韓的中選會 竟然在投票前三天宣布說不准代蔥 去這個去投票 他就想哦 再怎麼樣你也不太 他帶蔥當然是因為拍IG啊 打卡啦表達反對 結果中選會竟然做這愚蠢的決定哦 就是說因為蔥會這個 把它用在不符合這個相關的目的 會影響選舉 我跟你講哦 如果一把一百塊要拿來抗爭當道具 也是蠻貴的 而且蔥是會壞掉的 有些抗爭的道具才會反復使用嘛 衝兩天後可能就會爛掉壞掉嘛 主持人講對蔥會壞掉 可是蔥的道具 不能帶蔥是吧 你看南韓的這些這些網民的帶什麼 帶這些蔥的道具 所以他們大選就做了很多蔥的道具 就是我不能帶著我買小東西 我做蔥的鑰匙圈 蔥的環保袋 蔥的吸管 然後蔥的那個那個 這個叫什麼筷子之類的等等 他各式各樣 你不能帶蔥 我帶這些東西去種可以吧 所以我覺得影響越最大的問題 還不是他這個吃蔥不知蔥價 這已經引起大家的憤怒了 結果第二波是南韓的中選會 那事實上也是政府控制的嘛 你竟然在這件危機處理上面 做了非常愚蠢的錯誤 再給大家看一個 你看大家寧願把蔥 一把一百塊的蔥 把它做成那個抗議 對抗議做成這個洗車的這個東西 然後來做抗議 以刷來做抗議 寧願這樣子 你就知道民意有多麼的嚴重 結果導致這一次的期中選舉 是南韓有史以來 國會選舉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投票最高出來幹什麼 出來反對影響越 所以看到說事實上 這個通膨 所以你就知道通膨的壓力 會很快的轉化成 政治的現實跟壓力 但是通膨壓力 你要怎麼樣有效安全的解決 其實影響越這一次 整個在期中選舉的過程當中的 黃腔走板 扮演了最好的負面教材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通膨 он 不可以見 我可以見 我可以見